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AS最终判决蓝月亮因为没有配合调查严重违规而需要支付1000万欧元的罚金 我本可以查一查英文的媒体报道再翻译整合一下作为本期节目的文字稿 但是这样的话我其实只是在转述别人的观点或许还带着点这样或那样的偏见 所以我就在过去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抱着八卦 而不是严谨而职业的态度利用一些空余的时间把从CAS的官网上面下载下来的 在7月23号公布的长达93页的全英文判决文书通读了一遍 试图从这个对于我来说由于充斥着大量法律专有名词 而读起来晦瑟生硬的文档里提炼出一些精华的内容 再通过讲述让小伙伴们对整个事件曼城大战欧足联这场好戏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而不仅仅只是知道有9家英超俱乐部联名上书 主张拒绝在申诉期间曼城任何请求暂缓欧战禁令 这么一个八卦 但其实曼城自己根本就没有申请这么一回事情 我将从争议的焦点双方曼城和欧足联的举证 以及国际仲裁法庭的结论几个方面来详解CAS最终判决逻辑 视频的结尾还会有一部分我自己看待整个事件的观点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还想说的是 我们作为普通球迷 平时的注意力一般都是集中在足球场上和比赛中所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哪支俱乐部 如果管理层由于一些商业操作和其他行为受到一些惩罚和制裁 那其实作为员工球队的教练和球员也都是受害者 我们也不能因为高层的错误而否定球队在绿营场上的表现 美丽而纯粹的属于足球的那一部分是永远都不应该被抹杀的 我要再介绍一些背景知识 以帮助小伙伴们理解后面的内容 首先就是曼城和欧足联的关系 一句话来说City是注册于英足总DFA的一家足球俱乐部 而FA作为管理英格兰境内一切足球事务的机构又从属于友谊法 所以别看曼城在球场上风风光光 在商业上财大气粗 背后的大老板又是阿联酋的副总理 阿布扎比球长国的皇室成员曼苏尔球长 但是作为一个实体 一切要按照欧足联的规则和章程行事 受到足球协会这个体系自上而下的制约 而本回合当事人之间的对决 是有依法的审查庭Adjudicatory Chamber 从财务公平竞争规定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FFP出发 以盈亏平衡 Break Even为核心问题 指控City通过把实际所有人阿布扎比联合财团的权益注资 Equity Contribution 虚报为赞助类的商业收入 Sponsorship Income 通俗的讲 就是幕后老板把自己的钱 本次指控涉及金额超过2亿0400万英镑 左手倒右手投入到俱乐部中 还通过欺骗的手段 误导欧足联旗下的俱乐部财务控制机构 Club Financial Control Body CFCB 以满足盈亏平衡的要求 这在财务公平竞争规定出台的2011年之前完全可行 但是却和目前的FFP规定 三年最多权益注资3000万欧元背道而驰 本次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审理 当是双方的几个争议焦点问题 第一个就是欧足联所使用的本次庭审提交的 由足球解密网站FootballLeaks 通过黑客手段非法窃取的电子邮件和文档 是否应该被CES接受而作为呈堂证供 曼城自始至终拒绝承认或者否认 这些泄露出来的文件的真实性 并且指出足球解密的作者 鲁伊平托目前被羁押在葡萄牙的监狱 面临刑事诉讼 而葡萄牙的法庭已经声明 平托不是一个吹哨人 他窃取的邮件不应该被用来针对黑客事件的受害者 这是曼城在上诉中提出来的 对于他们来说首当其冲 最基础最需要明确的问题 而国际族联认为 在瑞士法律的体系下 即便是非法获取的证据 在谋求事实真相有凌驾性的权益 overriding interest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并且当这些电子邮件和文档 被德国的明镜周刊报道出来了以后 就已经来到了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 成为公众所有的信息 有依法不能对这些线索置若网闻 而争议的第二点就是曼城被指控的 12到16年之间和两家赞助商 阿联酋电信公司edisalat 以及阿迪哈德航空edihad商务往来 涉嫌严重夸大赞助金额的行为 有没有已经超过了追溯时效的五年期限 曼城主张按照欧足联审查庭做出裁决的日期 也就是2020年2月14号往回推五年 到2015年2月14号 在这一日期之前发生的就不应该被追溯 而欧足联则认为应该按照调查庭 Investigation Chamber开启针对City违规调查的日期 2019年3月7号来算 往回推五年 这样双方就有整整11个月零一周的追溯期的差距 欧足联主张的可以回溯调查的时间更加久远 这时候双方还有分歧 就比如说五年前City向UEFA所提交的 财务和盈亏平衡报告中所包含的 六年之前七年之前的相关信息和数据 是否可以被用来作为制裁和处罚的依据 所以这个追溯期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方面他直接决定了 假定曼城确实违反了财政公平竞争规定的情况下 能否利用法律上的技术手段 Technicality来逃过制裁 反过来通过有效的证据 证明自己在追溯期以内的清白 曼城也可以强有力的回击欧足联的指控 而第三大正义点就在于 曼城有没有配合欧足联调查的问题 配不配合是一回事 这里面又牵扯到City对于友谊法的执法过程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足球协会管理体系的质疑 在今年2月份得知欧足联的处罚决定之后的仅仅几个小时 曼城方面就发布了声明 大意就是我们早已预见到需要一个独立的机构 来审视我们所拥有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早在2018年欧足联的首席调查官 在调查还没开始之前就公开过他想要制裁曼城的想法了 这就导致后面的调查是有缺陷的 并且经常有不该泄露的信息被发表出来 一句话来说 这是由欧足联发起的 欧足联起诉的 欧足联来裁决的案件 City会尽快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进行申诉 曼城也果然践行了高管和俱乐部律师所发出来的声音 宁可花几千万英镑和欧足联打十年的官司 也不要接受处罚 他们主张欧足联贸然的做出裁决 而并没有给曼城机会来陈述和申辩 这场申诉 曼城更是花了大价钱 聘请了两次帮助 阻止英国脱欧的著名律师彭利克来领导 要知道 彭利克可以说是连续两次击败了英国政府 甚至可以说是两任首相 特雷莎梅和鲍里斯约翰逊的男人 来头非常大 欧足联先前做出裁决 到这一次申诉 最重要的证据 就是泄露出来的电子邮件和文档 有一法以此为依据 向CES说明 这些证据清晰地表明了 欧足联也判断出来了 从阿联酋电信公司到阿迪哈德航空 曼城都有把俱乐部实际所有人 阿联酋联合财团的注资 虚报为商业收入的行为 其中阿迪哈德航空多年都只支付800位英镑给曼城 而其余的超过1亿7400万 都直接或间接地由阿布扎比联合财团来承担 而在旗下的俱乐部财务控制机构的诉讼过程中 曼城一直拒绝回答一些问题 拒绝提供可以作为证据的电子邮件和文档的原始版本 也拒绝提供证人和相关证词 曼城的行为表明了他们就是在势图隐藏 有依法的立场 整个财务公平竞争体系的有效运转 需要俱乐部的配合和对其足球收入和开支的准确报备 所以我们能看到欧洲联的意思其实很明显 白话就是 曼城你这是在藐视我的权威 我们立下的这套规矩 你没有按章执行 而曼城正如他们自己说的 也是有为而来 终于在CES面前提交了电子邮件和相关文档的原始而完整的版本 一些和赞助商的款项往来的账簿 邀请了来自Edith Salat Edithat和相关会计事务所的证人提供证词 还有经四大之一的EY安勇审计过的一些账户信息 可以说是来到这个CES的申诉阶段 CT果真把他们手里掌握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一股脑子全拿出来了 曼城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指控越严重就越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 翻译一下就是 你欧洲联给我泼了这么臭的脏水 但是却仅仅依靠几封泄露出来的email就定我的罪 未免也太草率了 瞧不起谁啊 到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做决断的时刻了 其实到这里我讲了这么多 大致的判决逻辑应该说已经比较清晰了 针对几个争议的焦点 第一点 非法获取的证据是否应该被接受 CES是认可欧洲联的做法的 首先本次的庭审受瑞士法律所管辖 明镜周刊和相关媒体 曝光并报道了相关的电子邮件和文档的内容 其实就侧面印证了 对City和Uefine的纠纷 大众是利益相关的 大众也是感兴趣的 而这些证据的获取虽然来自于黑客 但是欧洲联却是从公开渠道所获得 并且在申诉过程中 曼城虽然依然拒绝承认 或者否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 但是通过提交原始完整版本的电子邮件和文档 City其实已经变相认可了泄露文件的真实性 同时CAS也注意到 足球解密网站泄露的版本 有许多刻意修改和隐藏的部分 甚至其中一封 其实是由两封独立的邮件拼接而成 所以CAS在庭审中 会以曼城提交的原始完整的版本为准 而追溯期的五年 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算呢 CAS认为应该从有依法的调查庭 出具调查结论的日期 也就是2019年5月15号开始算 回溯到2014年5月15号 曼城和欧足联各自的主张都不对 但是我们能看到 这其实和欧足联的主张更为接近 再加上CAS认为 五年以内的包括的 之前年份的财务信息 不应该被作为处罚的依据 因为那样就相当于 实际回溯到六年前七年前了 这就直接决定了 有依法针对City的 和两家赞助商的 虚报商业收入的问题中 关于阿联酋电信公司 艾比萨拉的指控 就完全超出了追溯期限 而阿迪哈德航空 艾迪哈德的指控 也有部分超出了追溯期 所以我们能看到 曼城并非完全利用 法律上的技术手段 逃过了制裁 而是确实靠着 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赢得了申诉 那到底曼城 背后的阿布扎比联合财团 以及阿迪哈德航空之间的往来 有没有违规之处呢 CAS认为 有依法不能仅仅因为 艾比哈德赞助金额是分开两笔 一笔5950万 一笔800万 就认定只有800万 是曼城的实际商业收入 其余都是阿布扎比联合财团 出手注资 左手倒右手 而邮件仅仅是曼城内部通信 并没有涉及到阿迪哈德航空 和阿布扎比联合财团 邮件里如此描述 不代表三方实际操作了 尤其是曼城申辩称 800万来自于阿迪哈德航空的 市场预算资金 而其余的接近6000万 来自于阿迪哈德其他资金 再加上CT请到了相关证人的证词 以及几个会计事务所的 审计信息证据充分 CAS裁定有依法的相关指控 不成立 最后CAS认定 曼城完全没有配合 欧洲联的调查 用的词汇是 Blaton Disregard 可以说是公然的阻挠调查的进程 并且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也强调了 虽然他们不能代表 欧洲联审查庭 Adjudicatory Chamber的立场 但是如果曼城向审查庭提交 和本次向CAS的申诉过程中 提供的一样的证据 相信欧洲联也会达成 和CAS一样的结论 因此CT最终仅仅因为 不配合欧洲联的调查 而被重罚1000万欧元 总结一下吧 今天通过我自己的视角 再加上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公布的93页的 全英文判决书的研读 我们回顾了曼城 CT大战欧洲联 有依法的这场闹剧 对 我觉得可以用闹剧来形容这一个事件 曼城不争馒头争口气 宁可多花钱 也要和欧洲联硬刚到底 有证据我也不给你 欧洲联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虽然行动有些缓慢 但是抓住机会 也要来搞一搞下面领头羊的俱乐部 即使是这个93页的 全英文的判决书 显然也没有完全回答 外界所有的质疑和问题 不管是支持曼城 还是欧洲联 都能从其中 找到对几方有利的说辞 但至于说FFP财务公平竞争规定 是否已死 我可能会抛出一个 不是很受欢迎的观点 我觉得这场闹剧 从长期看 只会让欧洲联想办法再度改革 在财务公平竞争方面 更加严格要求 尤其是要更加针对 金字塔尖的头部俱乐部 而对于大部分的中小俱乐部来说 曼城的这次胜利 可能更像是警示 因为他们也清楚 自己请不起50人的强大律师团队 好了小伙伴们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关注大田收银钞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帮忙点个赞 也欢迎留言和我 以及广大球友们讨论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Come on you people 拜拜